我们今天来学习会计循环 会计循环的话 我们想给大家分两章来进行讲解 Accounting Cycle 那为什么要讲Accounting Cycle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企业的经济业务发生之后 通过会计信息系统的加工整理 最后形成了采货会计信息 那么采货会计信息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定期来进行报告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相当于说 今年是这样做的 那么下一年也是这样做 或者说这一个月是这样 来进行的有关的程序 那下个月也是按照既定的程序 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这样我们就相当于像一个循环一样的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这个Accounting Cycle中 我们会涉及到哪样的一些 加工处理会计信息的一些程序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Accounting Cycle 1中 主要涉及到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What is the accounting cycle 什么是会计循环 好 那么我们说 企业的经济业务发生之后 那必须有相应的原始的凭证 来证明经济业务的发生 也就是真实性 那么这样的一个证明经济业务发生的 这样的一些单据 我们就称之为原始凭证 我们叫做Source Documents 好 那么我们有了原始凭证之后的话呢 这些原始凭证仅仅只是证明了 经济业务的真实性 那我们要对它进行会计业务的处理的话呢 首先我们要对它进行记录 那这个首先记录的部分放哪里呢 我们叫做Books of Prime 叫做原始账簿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经济业务活动进行分类 那么这些分类的话呢 首先在原始的账簿中来进行记录 那么记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日记账分录 我们叫Journal Entrance 或者叫会计分录 然后做完了会计分录之后的话 我们都知道要过账等等 那么关于比方说过账 比方说后面要讲到的关于事算平衡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会在Counting Cycle 2中呢 我们会给大家再来做一些讲解 那么在做这个Journal Entrance的过程中的话 我们除了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日记账分录之外的话呢 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业务 可能会影响到这个Journal Entrance的一个编制 因为今年的考试中啊 对Journal Entrance的编制的要求的话呢 它说会比要比以往的要求会要高一些 那么在这个里头就会涉及到Discount 涉及到折扣的问题啊 折扣那么整个的这个折扣 因为收入准则的一些变更啊 那么对折扣的处理的话呢 也跟原来的教材的话呢 有所区别 另外的话呢 企业的话呢 为了提高支付的一些效率 所以说的话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零星的一些支出 我们称之为Pedicash 叫做备用金啊 另外企业在进行奢销 收购啊 或者说在进行销售 以及呢在进行购金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替政府部门啊 来收一些税 那么其中的话呢 一个很重要的税的话 流转税就是Sales Tax 就是销售和劳务税啊 那么有一些国家叫销售税 有一些国家呢 可能叫做Sales and Service Tax啊 那有一些国家可能叫Value Added Tax 就是增值税啊 那么这些都是在销售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一些税 所以我们这一章的话呢 主要的啊 要给大家讲解 快递循环 原始的单据 然后我们又涉及到哪样的一些原始的账铺 而我们要做日记账分路 如何来做日记账分路 如何对交易事项来进行分析 在常见的交易事项基础上 我们还要考虑到比方说现金折扣 销售税 以及呢 费用金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具体的每一个小知识点 第一个是Accounting Cycle 这部分没有考点啊 只是要求大家了解一下 整个的Flow of Business Transaction 也就是说企业的经济业务发生 然后一直到编制财务报表 提供快递信息 整个的在企业中的流程 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Transaction Authorized 也就是说 我们交易要发生 那么交易要进行授权啊 比方说 我要买原材料 那么这个原材料 假设金额的支出 可能只有20万 那可能就是在一般的经理的 级别批准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他要进行一个大额的这种收购啊 合并啊等等啊 那可能我们要进入到董事会啊 来进行有关的一些讨论 所以他交易的话呢 他的授权是分层级的啊 然后呢 我们交易授权之后的话 这样我们就交易发生了 比方说我们批准了一笔赦购 那这个时候呢 Transaction Takes Place啊 就发生了 发生之后 我们就会取得很多的原始的单据 来证明经济业务的发生啊 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呢 为公司出外来办事 那么办事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生一些交通费 那么这些交通费 可能体现的原始单据 比方说你是打车去的 那你就有出租车的车费 那比方说你是滴滴出行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什么样啊 这种电子的发票 对吧 那比方说你是坐公交过去的 那么我们有公交的车票等等 那这些都是一些原始的单据 来证明经济业务已经发生了 所以有一个Documents Propelled 那么我们啊 有了这些原始单据之后 原始单据的话 就会进入到信息系统 会计信息系统中来 我们要对它进行处理 那么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啊 首先会把这样的一些交易呢 在原始账户中 要做日记账分录啊 所以有个 Enter Recorded in Crime Day Books Prime Day Book 就是原始账户 那么做完这些分录之后的话呢 我们会啊 企业根据将来要编报表 那么我们会设置很多的账户 因为我们在做整个的会计的交易的时候 借贷分录的时候 也是借什么账户 科目啊 带什么科目 那这些科目其实对应的都是一些账户 那么你一个月或者一年归集起来之后啊 把这些账户所涉及到的增减变动啊 我们就把它过到有关的Langer中去 所以第五步就是Enter Posted to the Langer 要过账啊 过账 那么这样每一个账户 它反映的是写某一方面的一些事项 那么它就会有余额啊 有了余额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根据这些账户的余额 来编制一个试算平衡表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Journal Entrance啊 是有借币有贷 另外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有一点会计的基础的同学 都知道借贷币相等 所以说的话呢 在有借币有贷 借贷币相等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每一个啊 我们说定期的账户的余额的话呢 我们把它加总啊 借方余额加总应该等于代方的余额 所以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呢 Unadjusted trial balance啊 没有经过调整的试算的平衡啊 试算平衡 好 那没有经过调整试算平衡的话呢 我们还要考虑呢 Unadjusted 为什么要考虑Unadjusted呢 就是因为啊 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对收入和费用的确认 是安全责发生制 而我们对现金的收付的话呢 有可能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现金收到和现金的支出 并不是当期的有关的收入或者是费用 所以我们到期末 可能需要对它来进行调整啊 所以有一个Unadjusted 当然这是常见的一些调整分路 后来后面我们还会学到 比方说我们的固定资产啊 我们买来之后 假设是十万块钱 那么它可以用十年没有折旧 那可能我们需要对它啊 按直线法每年来计提一万块钱折旧 那么这个折旧的计提 我们也是放到期末来进行啊 那这样实际上计提折旧 也是期末对我的固定资产的价值 来进行一些调整啊 因为每一天都去提折旧 我们说的话是费时费力的 而且的话呢 我们说也没有必要这样来做 所以我们就统一放到期末来进行 所以会有一个year end adjustment 那么经过调整之后的话呢 这样的一些啊 做一些调整分路 调整分路再过账 你会发现有一些账户的余额会被更新 更新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编制一个试算平衡表 这个叫做调整之后的试算平衡表 adjusted trial balance啊 那么有了调整之后的试算平衡表 账户的信息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账户的话 按照一定的格式组织起来 来编制呢 财务报表 所以会有一个prepare financial statements啊 那么最后一步的话呢 可能我们到了期末的时候呢 要把损益类的账户给结清啊 closing entries啊 那么对于这种结账分路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啊 讲循环的时候 再给大家来讲这一部分内容啊 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是要做结账分路的 那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会计的循环啊 简单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交易被授权 交易被发生啊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说一般的话呢 就是在企业的实务中啊 有一些比方说一线的人员啊 他们来参与啊等等 然后的话呢 我们说这样的话呢 取得原始单据 有了原始单据 进入到信息系统中来 就是我们的会计信息 怎么样来进行加工的问题了 那主要包括的流程就是呢 首先取得原始凭证 然后呢 我们在原始的账簿中啊 要编制呢 日记账分路 然后我们要过账 过到账户中 这样账户的话呢 有余额 我们可以根据呢 每个账户的余额 借方的汇总加上呢 带方的余额的加总会编制一个 没有经过调整的 失算平衡表 然后我们再考虑到 有一些账户可能的话呢 到期末是需要进行调整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 ELN的adjustment 那么调整之后 有一些账户的余额被更新 更新之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调整之后的 失算平衡表 然后我们再去编制报表 最后我们结清一些 损益类的科目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 快捷信息的一些处理的流程啊 处理流程 那么这个处理流程的话呢 今年这样做 明年也是这样做 或这一期是这样做 下一期也是这样做 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Counting Cycl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Counting Cycle的定义啊 During each period Steps and procedures are followed within the counting function to ensure that all transactions are properly recorded and the records are kept to ensure tha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can be propelled at the end of the accounting period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 一些快递循环呢 就是为了什么样啊 使得我们所有的交易 都会被怎么样啊 恰当的记录 从而保证的话 财务报告 可以在期末的话呢 把它编制出来啊 所以呢 These steps and procedures are referred to as the accounting cycle 那么这样的一些 Steps啊 还有一些程序啊 步骤和程序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呢 Accounting Cycle啊 好那么这是 Accounting Cycle的一些概念啊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知识点 Source documents啊 这一部分我们是有考题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 关于原始单据 常见的啊 跟企业的 呃 设销和设购相关 因为呃 对于所有的企业 大家都知道 它有上游企业 它也有下游的客户 那么上游的suppliers啊 企业要跟上游的suppliers啊 建立关系的话呢 我们会有这个购销啊 我们会有购货的业务 那么这些购货包括呢 限购也包括设购啊 那么跟下游的客户的话呢 我们有限销的业务 也有奢销的业务 当然我们说 处于一个制造企业的 这个中间的一个环节啊 那么它的上游的呃 购进以及下游的销售 其实更多的啊 都是采用的是 奢销以及奢购的方式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于这种呃销售 以及呢 购买 我们要经历哪些的一些程序 以及我们会涉及到 哪样的一些原始的单据啊 首先看第一个 quotation啊 这个是报价单啊 报价单 看一下概念啊 A business makes a written offer to a customer to produce a delivery goods or service for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那么什么是报价单呢 就是呢 我们如果我想要卖产品 那么我会把一个产品的清单 给我的顾客啊 然后这个清单上面呢 会有我的产品的具体的型号 每一个型号它的价钱啊 价钱 那这个就是什么样啊 quotation啊 其实quotation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是可以得到的啊 非常容易见到 比方说你可能随机的 你在街上就为别人塞了一个小单子 然后呢 上面提示的话 我们这家饭馆刚开业 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钱 实际上这就是这家饭店的一个quotation啊 它的一个报价单 对吧 上面有产品的信息 还有金额 那你想一想 对于如果我是一个制造业企业 那我是一个生产机密仪器的 那我会有每一种仪器的型号 每一种仪器它对应的价格 那这个就是什么呀 quotation啊 给顾客来看的啊 你看看有没有产品适合你的 好 所以这是quotation 那么对于quotation的话呢 是由我们说供应商 它给它的客户来进行发布的 好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你作为客户 你对这个quotation中的某些产品感兴趣 你想购买 那你会需要什么样的原始单据呢 你需要有个purchase order 你需要有个订货单 订购单啊 a business order is from another business goods or service 就是你要到那边来什么样啊 订购产品或者是订购服务 你需要编制一个purchase order 好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话呢 有一个供应商啊 我们就是a 好 然后我们有一个顾客啊 假设是b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说a的话呢 他会给b啊 发布一个quotation啊 quotation就会给他一个报价 然后b拿到这个quotation 他比较感兴趣 然后b的话呢 他就啊 他就会有一个purchase order 他就会 发一个purchase order啊 这个购货单订购啊 说我要买哪些型号的产品等等等等 那么b的啊 我们说b发了这样一个purchase order a收到之后的话呢 a就准备备货 准备销售 所以a的话呢 他在内部啊 会有一个sales order 会有一个销售单 会打出一个销货清单啊 销售单 所以呢 sales order are internal documents used by supplier to record details of goods for orders for goods啊 所以这个销货单的话呢 是由工艺商这一边啊 他编制的 因为他从b这边拿到订单 拿到订单之后的话呢 他就什么呀 根据这个啊 订单 然后自己内部编制一个销货清单啊 销货清单会列势呢 呃 所有的产品的这种的品名啊 价格呀等等啊 sales order 好 然后的话呢 有了这个sales order啊 我们说这是销售的部门 我们说的sales order 那么销售部门 他就会通知呢 控制他的仓库发货啊 所以会有一个goods dispatched order啊 这是一个发货单啊 发货单 那么a list of goods that a business has sent out to the customer啊 我们说这个 我们有时候简写 就用第一个大写字母来表示啊 就是goods dispatched order啊 dispatched order 好 然后呢 我们说 发货了这个单据的话呢 给了这个客户的话呢 因为是一个设销 所以设销的话呢 他需要提示顾客 你要付多少钱 在多长时间之内 你要付我多少钱 所以会给对方一个发票啊 有一个inworms啊 所以inworms也是supplier 供应商啊 他来编制的 编制的这样一个原始的单据 那么theinworms is request of the customer to pay what he owes啊 那么你看一下 发票是什么 发票是公益商要求顾客啊 来支付他欠的款项 the details on the involved should match the details on the sales order啊 这个发票要跟这个 sales order相互的匹配在一起 因为sales order啊 一般情况下的话呢 应该是一试几份啊 首先它会有一个留存单啊 就是前端的销售 拿到这个sales order啊 前端的销售根据 呃客户给他的这个purchase order 他自己编了一个sales order 然后这个sales order的话呢 他会给库房一份 那么库房就会根据这个sales order 来进行发货啊 根据gooth dispatch order 一块什么呀 发运给顾客 然后的财务部门的话呢 我们说他要根据这个sales order 来开出发票 有一个inworms啊 然后这个inworms和gooth dispatch order啊 还有呢sales order 他会一块的话呢 给顾客啊 给顾客啊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三个单据上面 其实所有的金额和数量 都应该是要匹配的啊 匹配的 好 那么我们顾客的话呢 如果收到了货 那么顾客的话呢 他会去编一个gooth received notes啊 叫收货单啊 收货单啊 收货单 或者叫入库单啊 入库单 也可以简写呢 用第一个搭写字母啊 就是grn啊 所以在食物中的时候 他就叫grn 那么这个grn的话呢 他这个入库单指的是什么呢 a list of goods that a business has received from a supplier 就是从供应商那边 收到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啊 他自己要入库 this is usually propelled by the business or warehouse or goods receiving area 一般是由仓库啊 来库房啊 仓库的人员来进行编制的啊 来保管食物资产 所以他要编一个入库单啊 入库单 好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有一个debit notes 还有一个credit notes debit notes叫借向通知单 credit notes呢 叫代向通知单 我们分别看一下啊 这个debit notes 这个credit notes呢 指的是什么含义啊 那我们刚才在前面 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a的话呢 作为供应商 他把货呢 卖给了b啊 那么他 一个是设销 一个呢 是设购 那么a的话呢 就是一个设销 那么对于a来说的话呢 他没有收到钱 但是他收到了 收账的权利啊 收账权利 后面我们会讲到啊 对于收账 收账权利的话呢 我们知道 他就叫trade receivable啊 或者叫account receivable 但也可以叫trade accounts receivable trade actor都可以啊 那么他就会有一个 trade receivable 那么这个trade receivable 的话呢 a会积到哪一方呢 比方说是2000块钱 那么对于a企业的话呢 当他销 收销这批产品的时候 他会借呢 trade receivable 带呢 sales啊 关于借贷分落 后面我们再去讲啊 这边你知道一下 trade receivable 对于a这样一个供应商来说 他会往借方积 那么对于一方来说是应收啊 他是一项权利 那么对于另外一方 也就是顾客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应付啊 我们应付叫trade payable 他就会有应付会有一个2000啊 2000 好那现在的话呢 比方说啊 我现在这个2000的货里头呢 有200的货啊 对于b的话 收到之后 他在入库的时候 发现呢 有质量问题 那么他就想退货 那么他想退货的话呢 呃 我们都知道 你想退货的话 是不是想要减少自己的应付啊 也就是我想减少200元啊 就是我想做到的 也就是最终 我应该以1800元来进行结算啊 所以说的话呢 b想减少自己的应付 那么我们在原始单据上面 体现为什么呢 就是b的话啊 他会给a啊 给他送一个呢 debis notes 叫借向通知单 为什么叫借向通知单啊 因为我们想要减少 自己的应付是在借房 所以这个叫借向通知单啊 所以来看一下 debis notes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 对于a的话 收到了这个debis notes 如果a同意的退货 那么a的应收账款 就会减少200 那么减少200 是在代房所进行的 所以说对于供应商来说 他会什么样啊 根据收到了b的 这样一个借向通知单 然后呢 来减少自己的应收 他会啊 自己来出具一个 credit notes 出具一个代向通知单 这个代向通知单 自己留一份 也会呢 返给b企业 让b企业什么呀 合销自己的 trader payable 表明是a企业同意 让b企业退货 所以这就是借向通知单 和代向通知单的含义啊 大家不要去死基因被啊 因为死基因被非常容易的搞混 那你关键还是要理解什么含义啊 刚才已经提到了啊 什么是借向通知单 什么是代向通知单 要把经济业务事项 我们要弄清楚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英文的解释啊 debus notes a document sent by a customer to a supplier 是由顾客送 送给这个suppliers 供应商 目的是什么呢 in respect of goods returned 是因为我们退货了啊 so it is a formal request for the supplier to issue a credit note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请求 要求的话呢 这个supplier呢 出具一个credit notes 同意他退货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credit notes credit notes means a document sent out by a supplier to a customer in respect of goods returns 那么我们说代向通知单的话呢 是这个供应商从给顾客所出具的 同意顾客退货的一个证明的单据啊 那么这个单据的话呢 他想要减少自己的应收啊 他跟前面的invorms是相反的一个作用 因为invorms是要增加应收 所以对于credit notes呢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negative invorms是一个负的发票 因为他会减少应收啊 所以这就是代向通知单啊 代向通知单 好了 那么这样如果双方都同意之后 你会发现的话呢 a的话啊 应收b的话是1800 然后b的话呢 应付a的话啊 也是1800 那么双方的话呢 需要定期的啊 来对对账啊 那么所以会有一个statement 这个叫对账单啊 对账单 那对账单是由谁来进行发布的呢 a document sent out by a supplier to a customer listing all invorms credit notes and payments received from the customer 就对账单的话啊 是由这个供应商啊 给这个顾客来出具的 一般是每个月 或者说啊 我们说一定的时间啊 你交易比较频繁 有可能是15天啊 对账一次 但也可能是三个月 这个根据企业的管理的需求而定啊 定好 那么这个对账单的话呢 会列是什么呢 会列是所有的发票的金额 比方说我的话呢 啊 这个开始收销给你是2000块钱 所以会列是这个2000 然后推货的话呢 会有多少呢 会有200 所以会把这credit notes也列是出来 比方说的话呢 啊 我们说A从B那边啊 假设他取得了啊 800块钱的一个收款 所以这个什么样啊 payments received from the customer 也会列是出来 然后最后什么样啊 会有一个余额是1000 然后这个B的话呢 对于顾客收到这份对账单 他也会去对对账 啊 我收到多少的发票 也就是我原来欠他多少钱 然后的话呢 那现在他允许我推货多少钱 我呢 支付出去了多少 余额是多少 最终的话呢 我们要对对账 看看相不相符啊 相不相符 那么大家要知道 这个statements啊 是由供应商啊 他给这个顾客的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收钱的人啊 他会关注 更多的会关注他的收款 因为对于收钱这一方的话呢 他肯定是想及时的收回款项 那么 即时的收回款项 就会转化为现金流 有助于改善 企业的经营的效率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由收钱的这一方 供应商 他来给这个付钱的这一款 顾客啊 这样的一个statements啊 而不是顾客给什么样啊 给这个供应商 为什么顾客不着急付啊 应该是我们的供应商 着急收 对供应商 他要定期的给顾客 给他一份statements啊 好 那么再来看啊 还有叫remittance advice啊 这个叫会回通知单啊 那么什么是会回通知单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供应商和顾客之间啊 他们可能交易非常的频繁 我们上面的这个例子啊 可能只是说非常简单的一个交易 但是在实务中的话呢 可能啊 第一天是两千 然后第二天也是两千 第三天也是两千 就会有经常有这种非常交易的 平凡的来进行交易 平凡进行交易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啊 到底你付的是哪一笔两千 是比方说 是3月1号的这笔两千 还是3月5号的这笔两千 还是3月10号的这笔两千 那么你必须啊 我们说对于顾客的话呢 他必须要告诉这供应商 我付的是哪一笔的两千啊 哪一笔的两千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有助于双方来明确 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啊 那我们看一下 remittance advice is a document sent with a payment 那么这个 remittance advice呢 是谁来进行这个发布的呢 是由顾客 就是顾客他开出支票 来付款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remittance advice detailing which inworms are being paid 他会什么样啊 他会很明确的 在上面啊 告诉你这笔款项 我付的是哪一笔的 这样的一个应付账款啊 and which credit notes of cents 哪一笔 付的是哪一笔的款项啊 说清楚 是3月1号的 还是3月5号的 因为对方的话呢 你这边知道自己付的是3月5号 那么对方就会和销掉 3月5号的那笔应收啊 好 A remittance advice allows the supplier able to update the customer record to which inworms have been paid and which are still outstanding 那么这个remittance advice 对于供应商收到之后的话呢 他供应商就会来更新 他的这个对顾客的一个 这个记录啊 因为有了这个记录之后的话呢 这个供应商的话呢 他可以根据对方的 这个remittance advice 来分析 对于某一个顾客的一个帐龄啊 帐龄 那么有助于改善呢 这个供应商的一个管理啊 而且也有助于减少双方的一些啊 我们说不必要的一些增值啊 增值 好 那么这是remittance advice啊 这个叫会回通知单啊 会回通知单 是由这个啊 我们说customer啊 然后给的什么样 给的这样一个supplier啊 supplier主要是呢 方便啊 我们的这个供应商的话呢 能够及时的来更新 这个顾客的应收款项的一些情况 好 下面一个receipt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收据啊 a written confirmation that money have been paid this is usually in respect of cash sales 收到钱了 我要开一个收据啊 收据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采用限销的方式啊 更多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始的单据 好 简单的给大家呢 梳理了一下 当然这一部分的话 原始单据涉及的点并不多啊 主要还是集中在设销和设购的业务这个范围 大家一定要掌描这个简单的这个范围里头所涉及到的一些原始的单据 我们再把流程简单的梳理一下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呃我要卖货 我是一个供应商 那我首先会有一个quotation给我的顾客 那顾客的话呢 看到quotation之后 他确实也有需要 那顾客他会发布这个purchase order订购单 那么呃供应商拿到顾客这样一个purchase order之后 他会编一个seals order销售单 同时这个销售单 他会啊给这个仓自己的仓库部门来备货 所以有一个发货单啊 good dispatch notes 同时的话呢也会给财务部门财务部门的话呢 他会呃会呃我们说开出invorms开出发票 好然后拿有这些销货清单 有good dispatch notes 还有invorms啊 那这样我们就转入到顾客手上 那顾客收到这些货也收到这些发票 他要核对一下 然后入库啊 入库他会呃有一个good received notes 啊有个入库单啊 入库单 好另外我们说了在这个呃我们说入库的过程中 如果商品有一些瑕疵的话啊 那么可能要退货 那么对customer这一边他想要减少自己的应付 所以他会什么样啊 有一个他会给这个供应商啊 发布一个daddy's notes 然后供应商拿到那个daddy's notes之后的话呢 他会怎么样啊 他会的话呢 哎会发布一个credit notes啊 这credit notes自己留存一部分啊 然后会把这credit notes的话呢 也会交给顾客呃告诉顾客 我同意你退货了 好然后呢呃我们在呃中间会有一些这种的业务的呃这种的 我们说呃开具呃发票啊 然后的话会有退货 另外可能中间我们有收到有关的账款 那么这样的一些交易和业务需要定期的由双方来进行对账 所以呢供应商他会定期的来编制这个statements啊 然后给他的呃customer啊 另外我们说customer在付款的过程中 他会告诉供应商我付的是哪一笔 那么这种告知的方式我们是通过remittance advice啊来进行的 当然如果啊我们不涉及到这种设销和设购 只涉及到呃限销的话呢 我们会开收据啊会有一个receipt 好那么这就是原始单据这一部分 希望大家要把流程呃进行掌握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有关的考点啊 怎么来考察大家的 what documents is usually send every month from supplier to the customer listing all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m during that month 好那么每一个月的话都是由供应商给他的顾客 然后呢把他们之间所有的交易啊都列示出来 好那么包括什么呀 包括我们的设销的金额 包括退货的金额 包括我收到的款项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种的话呢 应该属于对账单啊 属于statements啊 OK好那这就是给你一个描述 然后呢要求你去判断一下 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原始的单据啊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 Malish buys goods on credit from Leather Malish从Leader那边收购了商品 好那么大家一定要区分哪个是供应商 哪个是顾客啊 那我们的Leader它实际上就是一个supplier Malish呢它是一个customer 好Malish found that some of them are 40 有一些问题 然后what document would manage return to a leader with the 40 goods 也就是说Malish如果说 他要把这个商品退还给Leader 他需要来编制什么样的document呢 那我们都知道对一个顾客 他要他要什么样退还商品给这个Leader 那么他想减少自己的应付啊 那他的话就需要有一个divis notes 有一个借向通知单 要求对方给他证实出一个credit notes 同意他去减少这样的一部分的收购啊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divis notes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确啊 什么是divis notes 什么是credit notes啊 那么我们说题目中会给你一个小的描述 然后问呢有关的原始单据是什么样子的 你要把业务弄清楚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原始单据啊 sauce documents 我们会以这种方式来考察大家 下面我们看第三个小的知识点 就是books of prime entry 这个叫原始账簿啊 那我们看一下原始账簿指的是什么 in the cost of business sauce documents are created 那么我们说企业的这个交易被授权之后 我们就会有呢原始的单据啊 有一个sauce documents the details on this source document needed to be summarized 那么我们说这些原始单据的话呢 要进入到信息系统来进行加工啊 加工 as otherwise the business might forget to ask for some money or forget to pay some or even accidentally pay some same choice啊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加工 可能企业的话呢 它可能就什么样 忘了去付款 或者是什么样 忘了去收款 甚至可能在付的时候 可能会有什么样多笔的支付啊 也就是说我们会产生一些 我们说错误啊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加工的处理的 这样的一些会计的信息系统存在的话 所以it needs to keep records of source documents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sauce documents进行归类啊 那么这样的sauce documents进行归类 我们会放哪里呢 sauce records are made in books of prime entry啊 我们会放到原始账户中来进行 那我们看一下原始账户啊 实际上就是对你所发生的交易 我来进行归类啊 然后不同的交易类型 我会放在不同的原始账户中 每一个原始账户 它是记录特定的某一些交易的 比方说我们企业的啊 我们说经常发生的交易和事项 包括什么呢 包括奢销 包括呢 奢购 还包括呢 销货退回啊 包括呢 购货退回 对吧 另外还有现金的收付啊 现金收付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可能还有其他的业务啊 当然企业可能会涉及到 小额零星的支付 我们会涉及到备用金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 我们有一些啊 常规性的一些业务 那么这些常规性的业务经常发生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什么样啊 规集在一起 那么首先看 credit sale啊 这是一个奢销 那么奢销会在 哪一个原始账簿中进行规集呢 我们会放在sales daybook sales daybook叫奢销日记账 虽然它前面没有加credit啊 但是你看到sales daybook 你要必须要知道 它核算的是 它归类的是credit sales 不包括cash sales 因为cash sales 会放在cash book中来进行反应啊 第二个是credit purchase 是奢购 那么收购的话呢 会放在收购日记账 啊 purchase daybook啊 那么虽然也是一样的道理 purchase前面虽然不带credit啊 但是你看到purchase daybook 你必须要知道 它反应的是这个credit purchase 那如果是cash purchase呢 是个现金的购进呢 现金的支付 我们会在cash book中来进行反应 那么如果发现呢 销货退回 或者是购货退回啊 return of goods sold on credits啊 那么我们说卖出去的货 然后又退回来 这个叫销货退回 销货退回的话是要减少的话呢 应收账款的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项交易啊 我们放在sales returns daybook 叫做啊 退回销货退回日记账 同样的啊 对于另外一方的话呢 如果你的话呢 有销货退回 那么对于另外的一方 肯定就是一个购货退回啊 购货退回 那么对企业这一方 如果它从供应商那边 购入了款项 然后现在的话呢 货物可能存在瑕疵 它需要退回 那么这个叫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购货的退回 return of goods bought on credit啊 注意是由于奢销 而引起的一个退回啊 Purchase returns daybook啊 在我们的购货 在我们的购货退回日记账 所以其实前面啊 sales daybook也好 还有purchase daybook 还有sales returns daybook 以及呢 purchase returns daybook啊 他们核算都是跟 设销和设购相关的啊 相关的当然也包括 设销的销货退回 设购的购货退回 好 那么所有跟现金有关的 业务all bank transaction 我们都在cash daybook啊 或者叫cash book中 现金日记账中来做交易 好 那么除了企业可能呢 啊我们说呃会有现金的日记账 但是为了提升支付的效率啊 那么所以企业可能会设置一个 小额的零星的支付 比方说啊 我去买个便当花了五块钱 买了一盒牛奶啊 可能花了五块钱 去看生病的员工 花了十块钱的花费啊等等 那么这些的话呢 我们说每一笔如果都要被授权 然后才能够去什么呀 用现金用银行的支票去支付 那这个效率会比较低下 所以为了提升这种小额的现金的支付啊 这样的一种效率 那么企业它就设置了 Peddy Cash啊 设置了备用金的制度 所以Peddy Cash Book呢 它是一个 a small cash transaction 我们是放 Peddy Cash Book 当然企业除了收销收购啊 还有现金的收回 现金的支付 以及小额的备用金的一些支付啊 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些交易和类型 后面会讲到比方说固定资产 具体折旧啊等等 那这个的话呢 都不属于上面这些类型 你要进行记录 在哪里记录呢 我们就在普通日记账中去做记录啊 也就是All Transactions Not Recorded Elsewhere 没有办法往上面的类别中去记了 你还是需要记进来 这样才是完整的信息 我们把它放在普通日记账 在Journal Journal啊 中去做记录啊 那么也说一下 这个Day Book啊 可以换成Journal啊 都是可以的 比方说Sales Day Book 你可以叫Sales Journal Purchase Day Book 可以叫Purchase Journal啊 我们对于Day Book也好 对Journal也好 翻译过来 都是日记账的一个概念 好那这样 我们发生了交易和类别 我们通过日记账 把它归类啊 进行了整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这个Sales Day Book啊 是什么样的 那么 Sales Day Book 前面已经给大家特别强调过了 Sales Day Book 它只核算 奢销的业务 不包括限销 限销会在Cash Day Book中 来进行反应 那么这个Sales Day Bo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要有Sales Day Book啊 因为正是因为有了奢销 你必须要知道 我将来应当向谁去收款 也就是说你这些奢销的客户的名称 你必须要知道 对吧 好 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比方说2018年的1月10号 那么我有这样几笔的发票啊 那么对企业为了加强 它的这样一个内部控制啊 保证销售的这样一个完整性 它的发票都是连续编号的 所以你看247 248 249 250 然后看一下Customer啊 那么它有四个Customer Juice Corporation 它总共收销金额是105啊 105 那么为了方便的来看 到底你卖出去了什么样的商品 你可以再加两列 比方说像我们这个企业 它加了一列Boot Shoes啊 Boot Sales 还有一个呢 是Shield Sales 就这105是由60的Boot Sales 和45的Shield Sales构成啊 然后再来看248 这个张发票 它收销的客户是 Smith Corporation 发生的金额是Boot Sales 总的是86.4 249的话呢 它收销的顾客啊 是Alecris Corporation 那么所发生的销售的业务是 销售的是Shield啊 那么金额的话呢 是31.8 那么250这笔的Invorms的话呢 它的Customer啊 收销的顾客 是Aaron College啊 那么它的整个的金额 包括Boot Sales 和Shield Sales啊 Total的话呢 是1264.6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总共的这四笔啊 我们说都是收销啊 那么都是它的顾客 然后我们可以什么样啊 定期的把它汇总起来 也就是说 这一个月下来 或者说这几天下来 我总共收销的金额是多少啊 卖出去的这个Boot是多少 售呢是多少 所以通过Sales Day Book啊 你可以看出来 它归类的是收销的业务 为什么要收销 为什么要归类收销 因为它必须要知道 它未来应当向谁去收款啊 所以它这个收销的Customer 是很重要 为什么限销的业务 不包括在Sales Day Book呢 因为限销已经收到钱了 它没有必要什么样啊 再去来进行 对它进行控制 就是说看一下 顾客在未来三个月啊 我还要再收多少钱 已经收到了 就没有必要再放到Sales Day Book中来 所以为什么Sales Day Book啊 它核算的是呢 Credit Sales啊 是一个设销啊 设销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The Purchase Day Book啊 这是一个收购的日记账 It's the book of prime entry for credit purchases 那我看一下啊 那我看一下2018年3月15号 那么它又会有 Internal Involves Number 是它啊 我们说它这样的一个 收购的日记账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内部的一个编码啊 内部 因为够近嘛 够近的话呢 也是为了保证我够近业务的完整性 所以内部的话呢 这种啊 我们说这种原始的单据啊 它也是顺序来编号的啊 你看一下啊 654 655 656 657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话要反映将来应该向谁去付款 不能付错了 所以对它来说非常重要的呢 它必须什么样 要知道这个supplier是谁啊 然后呢 我将来应该支付哪一笔发票啊 所以它会有一个Involves Number 都在这边啊 你会开线 这边有个supplier啊 这个是什么样 它的这个involves Number 然后这个是什么样啊 supplier啊 然后这边是金额啊 金额的话呢 它后面也可以分的比较明细 比方说有purchase啊 购进的是商品 还有可能什么样啊 Electricity啊 还可能是购进的是电力 当然企业还可以往底下加列啊 你除了这个购进商品 购进什么样啊 电力啊 你可能什么样啊 可能还会购进水啊等等啊 这些都可能是设购 好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啊 那么其中对于Cooker Corporation啊 它的这个purchase啊 购货的金额是315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126711币啊 那么它购进的是一个Electricity啊 它购进是电力啊 电力是116.8啊 然后657是Sofield Corporation 它购进的是商品啊 是purchase 金额是100 那么同样的啊 我们也是怎么样啊 可以把它定期的来汇总啊 看看我这一个月下来啊 或者这一段期间下来 总共的一个奢购的金额是多少啊 所以通过看purchase daybook 你可以知道你的整个的设购的这个顾客啊 设购的这个供应商啊 就你向谁啊设购的 你的供应商是谁 还有呢 它的这个金额是多少啊 金额是多少 那么这样你将来付款的时候啊 有了这个账户你就不会付错了 我就知道我应该付给谁了啊 虽然可能金额是一样 但是我的发票编码可能不一样啊 就不容易出错啊 所以说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快捷记录啊 是可以防止错误的发生的 好 下面 the sales returns daybook 这是我们的设销的 销货退回的一个日记账 when customer retains good for some reason credit notes is erased all credit notes is recorded in the sales returns daybook啊 那前面也说了 这是什么样啊 销货退回日记账 那么销货退回的话 要减少自己的应收 所以呢 它什么样啊 会出具一个credit notes 会有一个销货的 这样的一个代向的通知单啊 表明它对这个sales的减少 表明它对呢 trader receivable 应收账款的减少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sales returns daybook啊 是一个销货 退回日记账 那么发生日期是 18年的4月1号 credit notes的编码啊 是cr008 然后customer and goods啊 那么我们说 这个什么样啊 到底是哪个顾客啊 发生了一个销货的退回 那么是一个 owen plenty啊 然后退回的 这个商品是什么呢 3pels texas books 然后金额是135 所以说你看一下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sales daybook啊 那么它反映的是呢 它退回的是哪个顾客退回的 退回的商品是什么 金额是多少 然后会有一个credit notes啊 它会啊 用来什么呀 反映它的整个的一个退回的 呃 一个情况 所以它会有的credit notes 好 我们再看啊 那么还有呢 可能我买了货 我不满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就会什么样啊 退还给这样的一个供应商啊 那么我们说对于我的话呢 对于顾客来说 他发生这样的一项退回商 就是一个购货退回 我购近了 我不满意 所以我退回啊 那么这个叫purchase retains daybook啊 这是一个购货的一个啊 我们说退回的一个日记账啊 the purchase retains daybook recourse credit notes received in respect of good which the business sent back to its suppliers 其实刚才也给大家谈到了 就是我想要进行一个 呃 购货的退回 那我的话呢 首先会有什么呀 首先我自己会发布一个 dibus notes啊 因为我要减少自己的应付 然后我们说供应商的话 拿到的这个dibus notes 它会什么样啊 它会返给你一个credit notes啊 用来用给你的话呢 作为正式的来记录退货的一个证明啊 所以呢 the purchase day retains daybook records credit notes received in respect of good 从供应商那边收到了 这样一个带向通知单啊 which the business sends back to its suppliers 就是把商品什么样啊 返回过去之后 然后它从供应商那边收到了 这样一个credit notes 就可以用来减少自己的应付啊 所以它同样的会有日期 然后会有什么样啊 供应商是谁 也就是说我这样一个 购货的退回 我退回的对象啊 这个供应商是谁 然后退回的品名商品啊 那么300 card board boxes啊 然后金额是46.6 那么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per purchase rate and staybook中啊 反映出来 这是一个销货退回的一个日记账啊 它所反映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购货退回日记账啊 它所反映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啊 大家要明确啊 这是购货退回日记账 好了 那么我们讲完了跟奢销 收购相关的啊 我们要知道 奢销有销售日记账啊 然后收购的话呢 有收购的日记账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在收购和收购的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 seals returns啊 可能还会产生呢 purchase returns啊 那么如果发生了seals returns 或者说是purchase returns啊 我们要在对应的日记账中 也要进行反映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 企业要定期的来结算款项 所以这肯定会涉及到现金的收负啊 所以the cashbook records all transactions that go through the bank accounts啊 就是cashbook的话呢 一般我们说在这个西方啊 他们对于所有的支付的话呢 都是通过 绝大多数都是通过银行的 这种方式来进行的啊 来进行的 那么他的cash daybook啊 或者cashbook上就包括呢 两部分大家都知道 有现金收 然后有现金什么样啊 付啊 所以你看他同样的 他把它分成两部分了 收款这一部分是什么啊 后面会给大家再展示 付款这一部分是什么 然后呢 收啊 期初的金额加本期收入减支出 就等于下一期的预额 都会在这个cash daybook中 来进行反映 那我们看一下 18年9月1号 他的这个balance brought down啊 就是我们带下来的这个金额 就期初的金额是900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 他发生了哪些现金的 发生了哪些的现金的收到 有一个cash sale啊 cash sale是他限销了800 然后再来看account receivable hye啊 been啊 sade啊 也就是收回应收账款 收回应收账款就前面啊 最早的时候是奢销 前面我们也讲过 奢销的时候啊 我卖这个商品 形成了收入 但是还没有收到现金 所以我有收账的权利 这个收账权利可以叫 account receivable 也可以叫trader receivable 都可以 然后三个月以后 这个假设三个月以后 你把你的应收账款收回 应收账款收回以后 应收账款减少 就变成了你的现金啊 所以现金日记账头 有一部分是应收账款的收回 那么收回了分别金额 在我们这边有三笔啊 好 那么再看low啊 有一个借款是什么样啊 lain digging啊 那么这个借款的话呢 也是收回我借给别人的 然后现在什么呀 收回一部分来了 所以这也会涉及到现金的收入 然后有个cash sale啊 下面一笔再看 sale of non-counter assets 这个是出售非流动资产 取得现金 比方说我有一台卡车啊 原价是八万块钱 现在我骂了呢 骂了六万 这个六万的话啊 如果是收到现金了 就会反映在我们的cash receipts 这一部分 好 那么这个是啊 我们说期出金额 加本期收到的现金啊 然后再来看 想要知道余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要知道 我付出去了多少 有一个cash book payments 那payments的话呢 主要包括呢 支付啊 用你的支票 然后支付各种企业的 日常的一些支出 比方说支付这个telephone 支付呢 gas bill 然后我们付了一部分的话呢 pally cash 小额备用金 然后我们付了一部分 直接用现金啊 买了一个 machinery purchase啊 另外我们再来看 上面有两个accounts payable accounts payable前面讲过了 是我奢购商品的时候啊 先拿到商品 然后过几个月啊 过几天啊 或者是过一段时间 我再付款啊 所以呢 我买东西的时候 是借purchase 然后带accounts payable啊 是代方 我将来要付它 过了几个月 假设过了三个月 你要付出去这一笔 那付出去这一笔的话呢 你就减少你的应付账款 然后现金的话呢 也减少 现金会流出钱 因为你付出去了 所以它这个描述是 accounts payable啊 支付的 支付了看呀 支付了什么样啊 Hail啊 金额是多少 好 所以说你通过什么样啊 看这个cashbook啊 你能够知道 与现金有关的收啊 付啊 还有它的期末的余额的情况啊 那么现金的期末的余额情况 大家都知道 期术的现金 然后加本期收到现金 然后减去呢 本期啊 支付的部分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cash balance啊 CD啊 就是往下带的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啊 18年9月30号啊 它的这样一个期末的余额 这个余额会形成 10月份的期术的余额啊 所以这是cashbook中 所反映的内容 好 那前面跟刚才也给大家提示到了 如果说每一笔支出 都去开支票 如果这个金额很小的话呢 那我们都知道 开支票的话呢 会使得整个企业支付的效率啊 会比较低下 所以为了提升支付的效率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会有呢 Peddy Cashbook啊 有一个备用金的制度啊 那我们看一下 备用金的制度 The Peddy Cashbook啊 is a cashbook for small payments啊 它是一个小额的一个支付啊 小额的 也就是说的话呢 这种的支付是不需要被授权的 它直接什么样啊 可能就是零钱啊 把它花出去 不需要去开支票 因为开支票的话是要授权 要在啊 我们说 有这个支付权的人 要在支票上面要进行签字 那如果是一个Peddy Cashbook呢 我们就可以简化很多流程 它是不需要授权的 所以可以提高支付的效率啊 我们简单看一下 比方说2018年9月1号 它收到了这个receipt啊 有一个Peddy Cash Reset的名称 首先要给它一个额度啊 250块钱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花的一些支付都是小额的 它可能有Milk 比有啊 有25元 有Postage Stamps啊 这种游资费 Taxi Fail啊 我们说出租车费 还有Flowers for 6 stuff 15 好 那么你看250 然后减去所有的支出 Balanced CD啊 就带到下一期去的是195 好 所以这就是Peddy Cashbook啊 它反映的是企业一些小额的 零星的一些支出啊 它不需要去开支票 因为开支票要授权啊 所以它的话呢 可以提升支付的效率啊 支付的效率 好 那么还有啊 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 就还有一类的这个 这个不属于以上的这种交易啊 我们就放在Journal Journal中 就是普通的日记账中 来进行有关的核算啊 进行有关的核算